立法委員居然會在立法院裡面闖空門 黃捷直接奔成華賊了 那現在立法院要查他 韓國瑜要查到底有沒有 請外面的鎖匠來 沒有想到黃捷還大嗆 韓國瑜說 你之前中午都在睡覺 你還查我們好意思嗎 那如果沒有鎖匠的話 你要不要辭掉立法院長 黃捷凶得不得了 他都沒有意識到 自己做的是什麼樣的一個示範 他直接闖空門 他帶了一個男子去 拿著遞給他一個 疑似是卡片的東西 那立法院這個委員作室裡面的喇叭鎖 立刻就被撬開了 那這就是擺明就是闖空門 那以後全國的小偷只要被抓 就會說我闖空門 但我沒有破壞門鎖 我跟黃捷一樣 合規合法我沒有問題 不可以抓我 但黃捷也不是第一個 誰先呢 7月4號現在有最新的影片出來了 直接來看 7月10號其他的民進黨立委更多 而且還順便拍到柯建民 當場在抽菸 然後連莊瑞雄都也有抽 所以不是只有老柯抽 莊瑞雄也抽 然後包括可以看到 中央嘉賓 他破壞窗戶的邊條 是不是要把窗戶卸下來 可以從那爬進去 另外一個是網美會 箭頭這個網美會比較遠的地方 他也是弄了弄了弄一下 門就開了 所以這黃賊還不是第一個 民進黨有很多很多闖空門的 這些賊 現在立法院要調查了 這些有沒有責任 可能立法院的紀律委會 要一個一個來檢視 那黃賊就大恰韓國瑜說 沒有查到有外面的索將的話 你就要下台 然後柯建民講得更妙 他說監視器畫面怎麼可以調呢 當然過去這麼多年的時間 民進黨在立法院多數 立法院長是民進黨籍的時候 調都調不到 多難 只有他們民進黨要鬥爭 譬如說鬥何志偉的時候 才調得到 那現在柯建民告訴大家 有沒有違反各資 各資 你立法委員有什麼各資 你是拿我們的錢 各什麼資 還有包括調薪4%這事情 總統也加薪了 算算至少加薪 一個月多了2萬塊 大家都問賴清德 你願領53萬 兩岸也是個心風邪雨 現在政壇也是每天打打打 你心安嗎 心安理得嗎 立委的薪水19萬500塊 現在加了4% 可能逼近20萬了 年薪258萬 過往我們都有一個說法 說立法院裡裡外外 包括薪水 包括索爾這個開銷 一天開門就要燒掉1000萬 然後你每天打架 然後51席立委 一年近1億2000多萬 總統年薪600多萬 每天鬥 每天打 沒完沒了 那黃捷還說爆料 因為週刊爆料 黃捷跟著講 陳怡貞要把青島東路的辦公室 改裝成SPA館 陳怡貞看到爆料非常震驚 他說從頭到尾都沒有說SPA館 他只是覺得每天打架這麼累 他希望可以按摩 那不用SPA 因為立法院就有理法的中心了 理法部了 他只要去理法部就好了 至於按摩 他是自己製造腰包 他想要找人來 可是至今都找不到 因為時間很難兜 那至於外傳說 他要把這個青島二館 是個骨機 要改成說可以在裡面灌洗 他說因為他希望可以直接在夜宿立法院 因為現在每天都打 打得沒完沒了 他根本沒有時間回去金門 又或者回去大安會館休息 拉個管線 他不是不能拉 如果不能拉的話 那怎麼能住 他拉管線都合無規定 但沒有想到週刊 現在就抖大標題 說他校長在骨機裡面開SPA 再請教兵哥 我是覺得民進黨他們當初就是 本來咬死了認為說監視器是不能掉月 所以他們就一直在那邊這樣子 作賊喊作賊 他還以為他們當家 對 他在那邊一直喊說 你證據拿出來 證據拿出來 那甚至有友台記者去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還在那邊嗆說你們造謠 什麼都講一大堆 那結果現在有圖有真相 畫面說明一切 黃潔就是幹了這個事情 但是我也必須說 這個事情麻煩就麻煩在哪裡 它是不是不合規矩 當然是 有沒有違反規則 當然違反規則 可是問題是沒有罰則 因為你去看立法院 他會議室相關使用規則 是規定早上8點以前跟 下午6點以後是不可以進去 可是問題是沒有規定罰則 因為當初在規定這些規則的時候 沒有想過有人會無聊到 違反這種規則 沒有想到有立法委員會想做賊 你知道 沒想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好好 把這個公約頂一頂 那黃潔 我也真的覺得 你明明就是違反的規則 你現在告訴我說 我沒有破壞門鎖 所以我不算是違規 沒有破壞就不算違規 所以每一個小偷 只要進去人家家裡頭 我沒有破壞你的鎖 我就不算頭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去鬼扯這些東西 老實講 我個人認為 不管是總統也好 明代也好 加薪 如果他們有認真 為民眾做事情 公務人員加 那你也加 我覺得OK 但是問題是你要認真做事情 請問一下你們現在認真在幹嘛 你們認真在打架 在破壞 在亂搞 認真在違規 請問一下你對得起你的薪水嗎 你們每天在講守護民主 結果討論你也不要討論 協商你也不要協商 什麼事情都不要 反正就是一切都不准動 這就是你們民進黨來當立法委員的職責嗎 民眾希望你們做這件事情嗎 不要去欺騙你的支持者 也不要欺騙全台灣的選民 我個人認為民黨你要基本上 對得起你的薪水 我覺得民進黨立委還有包括這些 沒有認真做事的立委 完全對不起自己的薪水 為什麼呢 韓國瑜要召集朝野協商 結果民進黨放他格子 來都不來 不是來了不討論 是人根本沒有來 那當天要討論什麼 包括電業法 我們現在電出現很多狀況 電業法要修不來協商 還有包括防炸防騙的這一些 民眾首當其衝 最討厭的這一些厭惡的事情 急著要修法 不來就是不來 這一些跟選拔法無關 是防炸防騙還有電業法 都不來直接唱空城 旁邊坐的經濟部長 經管會都坐在那邊空等待一等 那韓國昌說要動漲電價 所以才排電業法 結果你們都不來 真的不關心嗎 那五十二還告訴大家說 這個製造店 製訂店家應該要回歸專業 破產的立法院 真的可以負責嗎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 電亂七八糟 金門這個地方 長輩最多了 長輩沒有辦法動得掉 這麼三十幾度的高溫 而且很多家裡 其實有裝一些 他們這一些微生的設備 不是在醫院家裡面 或者是一些民間的安養機構 結果你現在直接給他停電 金門當然醫院 部分的這些設施一定會有不斷電的供應 可是問題是在民間或者是一般家裡面 根本不會有不斷電的設施 結果正中午33度的時候 熱得要命的時候直接給你停電 而且停了一個多小時 還有人直接電梯就卡在裡面 還等家人求救 甚至還有包括這個長輩裡面 熱到動不住受不了 受影響的戶數高達了四萬戶 這應該是近期停電規模最大對最大了 當然台電會告訴你 我們不是缺電不是停電 我們只是跳電 但是陳宇貞已經動不住了 不想再聽那種落地八糟的規矩 那除了金門之外 高雄一樣也是正中午 熱得要命的時候停電 然後戶數也驚人的數字 兩萬戶 連高雄都有停電 然後淘機更妙 淘機暑假期間出國人特別多 結果他偏偏給你出一個大包 說他們突然跳電 雖然只有一分鐘 但是螢幕找不到 所以有人要搭班機的時候 看到螢幕裡面沒有顯示 就想說那我到底是幾點要登機門 雖然時間不短 他說是正常的維修 但你這維修如果是正常的話 你不能預先告訴大家 或者有其他的備案嗎 淘機你也太亂七八糟了吧 然後台電有一個更妙 他說有一個節電的獎勵 大家傳來傳去 跟上面講的不一樣 他說那個節電之後 每個月可以補貼一年 六千多塊錢 他假的 結果他說事實上是什麼 你要省的度數比同期還多 什麼什麼的 而且我看他算好像省個 四十塊 八十塊 五十塊這樣 非常少 你一方面又告訴大家要節電 但是你節電措施給的錢 又那麼摳 然後現在這個話題 這幾天不斷的討論 有人台中的租屋說 每度電要收八點四六元 大家罵他很糟糕 說他是黑心 但是講過很多次了 如果說他用的電度數 有超過一千度 攤下來按照台電的規矩 就是一度八點四六 黑心的不是房東 是我們的政府 請教林濤 對 基本上州長 我覺得就是整個的民進黨 現在在講說 國會改革法案 你們都要討論罷免法規 可是不是 今天是討論民生法案 是討論大家最關心的電 因為最近真的太熱了 熱到爆 大家出去就是覺得 趕快進入室內吹冷機 所以大家討論這個電業法 電業法是說 如果今天要調漲電價 或電價有任何浮動的話 一個月進來立法院審查 我覺得這在民主國家 是很合理的 這也不是介入專業的問題 是你那一個轟購的電價 這整個電價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結構 離境清楚 才不會有人上下起手 這樣民進黨也不要討論 所以這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今天 現在的電力這麼不穩定 當然有討論的空間 譬如說我們在講說 這一次金門4萬戶 那是超級大規模的停電 在金門的狀況是 在11點半的時候 一路停到下午1點 你覺得這些長輩會不會翻臉 一定翻臉的 而且超熱的 我們知道金門是前線中的前線 但如果我們這些軍事的設施 需要電力 來做作戰的準備 如果這個一跳電 我們前線的作戰 這些士兵怎麼辦 你沒有即時的電力來輔助 結果人家還沒打 你們自己都亂掉了 對 然後大家講說 國安危機是什麼 大陸 給你最大的威脅 結果最大的國安危機 是我們缺電的問題 剛才周朗講到 其實很多長輩家裡 陳醫生還特別講了 他們金門沒有產松鼠 白皮心也沒有 那就尷尬了 因為這個沒辦法拿松鼠做 你怎麼知道我要講松鼠 他沒辦法拿松鼠來做這個推坑 你說很多家裡 有一些維生設備 有些長輩 說真的 你不要講一般家裡 當時候桃園的布桃 醫院 跳電也是整個系統大當機 那個是醫院 然後沒有這個即時的電力 然後沒辦法即時的跟上 結果推給松鼠 所以我說如果要防止 台灣的缺電就是防止松鼠 台灣就不會缺電了 可是金門 剛才中央長講了 沒有松鼠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從金門的 我們講的軍事的安全 一路講到民生 大家各自今天中午 今天下午這麼熱的感受 再來講到我們一些學生 學生出去租房子都在算 你這個房租有包括全包嗎 店有全包嗎 還是你一度要收我4塊 還是現在如果我們知道有些電表 它是集合的 加起來是1500度再來分 那你現在一度夏天 就要到8塊多了 就真的是8.46 就8.4多 所以我覺得人家講這個 就是看它的電表是集合式 還獨立 如果你今天遇到的房租包含電 那你是遇到一個佛心來著的 這個房東 如果你遇到收你4塊電 5塊電了 那你要感謝他 收你8塊你也不能埋怨他 因為這就是台灣的電力結構 這就是台灣能源政策失敗 要給大家的電價 大家好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拜託拜託喔